~~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 前几天我在教学的时候 这个学生他之前本身就有学过八字 而且他当然一定是传统学的八字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在传统学里面 你要先取用 然后你从这个命盘里面 你要算出他一个天生的富贵格局来讲 来说依照你实际的一个批命经验 你会发现到 时准时不准的一种现象会特别特别多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假如知道说 其实八字不是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 八字 他分为本命加大院加流年 为什么我们在排是排这样 因为这个表示现在的你 这个是现在的你 本命加大院加流年 这个就是现在的你 那在传统学里面 他就是单纯的以本命 他想要从本命去抓出未来的你 所以来讲的时候 你们就会开始 他的富贵格局什么 一直都在这个本命上打断 然后以用神来判断 那可是各位 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 好 这个本命加大院 我们讲的 这是他这十年的一个大方向 可是各位 你要知道 十年的大方向 是不是就真的是这样 在股票里面时常有的 然后一看 这个股票的大方向 哇 这样子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大方向 可是 每年是不是波动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来讲的时候 你假如用大运的时候 你是在跟他讲一个大方向 可是你要了解到 他的一个波动起伏 在这个大运里面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常常跟我学生就有跟我讨论过 他就说 老师 这个八字你看一下 我一看 这个在交五年破财 老师确实确实 可是我们看他的一个大运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他非常非常好 我说对 没错 他的大运非常非常好 可是他交五年就有一个危机 结果我学生跟我讲说 这个客人好的时候 身价在天上飞的 身价在天上飞的 但是就因为一个这样子 被打到18层地狱 可是他在同样的大运里面 他是在同样的大运里面 可是他的高低层就非常非常差距很大 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各位 就是有可能 所以 为什么 我们不太从本命去抓 本命 现在来讲的话 你从本命去看的时候 那个落差已经够 跟误差值已经很大了 本命加大运 误差值也很大 所以 本命大运加流年 是你现在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 我不管你以前的成就是怎样 但是 你现在来找我 就是在这一个时间点 来找我的时候 我们依照你现在的状况 去推论你未来高低起伏 你该怎么做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现象 你很有可能往往一个流年的状况 让你从天堂掉到地狱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那个学生就跟我讲说 他们可以抓到大运就很高兴了 我说大运是不是很危险 为什么五行派的一个最基本入门 是以年为主 而不是以大运为主 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在以前我学生问我一个八字 这个八字 他是杰克小子的创办人 杰克小子在以前非常非常有名 蓝色扛棒的饮料店 可是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他就跟我讲 老师其实杰克他非常赚钱 所以说这个创办人 到最后开放加盟 一家加盟店200万 他在最好的时候有快130几家的加盟店 结果他有了这一笔钱以后 他就拿去做其他的产业的投资 他跨足到餐饮业 结果他餐饮业赔了一塌糊涂 可是他又有饮料店这一边要雇 所以说他的资金不够的时候 他跑去跟地下钱庄借钱 老师就是跟你所讲的一样 他就是在那一年整个垮下来 结果学生他就开始很怀疑 他说老师 可是明明这个大运他很好 我说对 没有错 这个大运你假如只单单看大运的时候 本命加大运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他非常好 但是他只能够走七年的好运 他接下来要连续三年的衰运 可是他在第一年的时候 他就没有撑过 他就整个帝国倒掉了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我在讲的是什么 本命加大运明明是好运 但是因为每年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本命加大运加流年 却成了破产的一种状况 各位 所以在八字里面 他不看长 你不要以为 股市长期投私趋势向上 这样子 他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 很有可能人的一次的失败 就很难再回来了 就很难再回来 所以在五行派来讲 就是因为人的运势起伏太大 就跟你在之前 你们在买股票 高低一点 那差太多了 那不是报牢就行了 人的机会不是那一种 对不对 甚至你要报到那种下事骨 你不会完蛋了 可是人的机会 可能一次的受伤就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 我们在批这个八字的时候 我们是不管以前的你 我们只注重于现在的你 所以本命加大运加流年 你的命 这个大运 还有今年 这个就是现在的你的状况 你现在的状况是好是坏 是其次 我们从你现在的状况开始出发 开始出发 然后明年后年 每一年都有一个运程的一个起伏 在这一种每年运程的一个起伏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趋吉避凶 我们不做一个画大饼的东西给你 我说过了 我刚刚举他那个好运 整个大运是好运 结果就导致破产 对不对 那是不是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在五行派很重的 很重视的就是现在的你 他就是很重视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要怎么做 去面对今年 明年 你每年这样子不断不断的 能够好运多几分 衰运降低 你的损失的一个情况下 慢慢的去累积 那这样时间一长久 你的人生就会不断不断往上走 而不是走了一个大运 你现在大运好好加油 变成这一种状况 请问这个好运 好的大运有什么好运的 你会觉得根本就是 叫我去死的一个运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说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门槛 就是要以流年为主 而不是以大运 大运其实非常非常粗糙 大运很粗糙 所以其实在批大运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所以必须要从大运里面 再去看每年的一个状况 可是每年里面还有到每个月 所以我的学生我就跟他讲 你看你去年财运不错 但是几月几月都不好 几月几月又不好 他说对 老师 我跟他讲就是说 你要知道 就算是年都很粗糙 但是年他是一个五行派的最基本的门槛 你要每年每年都知道一个运程 要不要解 每年都要知道 哪一边好运 哪一边不好运 去防伴 当你知道了这个时候 当然每个月每个月 你自然而然就有办法 所以这一个就是在八字里面 五行派跟别派来讲 他的一个判断点 他是不一样 他是专注在现在的你 而不是你的本命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因为事实证明 什么格局 什么一大堆 身强身弱那一些东西 说你未来会怎么样 实际上状况 对不对 也不见得是那样 那这一边来讲 他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 他什么叫出现另外的现象 八字来讲 他就是不管你的出生背景 先天条件他没有 他不管你 可是同一时间出生的是可以的 相同八字出生是可以 因为家境背景不一样 当你的家境背景不一样的时候 另外一个东西就会出现 现实的考量 假设你是一个穷困人家 你会靠著读书 然后一步一步爬上来以后 你是怎样 可能去考公务人员 你考公务人员 然后求一个平稳 假如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家境出来 他出生了以后可能都受最好的教育给他 给他受了最好的教育以后 这时候 他可能不是考公务人员 同样的八字他跑去做生意 所以这时候相同的八字 他会因为所选择的路线不一样 他也会有不一样的发展 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财 在商场打滚的一个八字 可是因为他从小的教育 就是让他去走公务体系这一块 他的财运也会好 但是他就是会降低他的一个财运的发展 就是以公务人员的财运最多是怎样 他就差不多就是那样 假如说同样的八字 拿到了一个商场他去商场打滚 可能财运就是做公务人员的好几倍以上 甚至十几倍百倍以上都有可能 所以来讲 八字他会限制于你的环境因素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也是我常常讲的 就是说相同八字 不同命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现实的选择 你到底是选择了哪一条路 这也会造成八字他的本质的一个发挥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 因为八字不管你先天的条件 还有你选择的路线 所以我们以前在 以前的八字里面 就要从你本命你富贵多少 你怎样 或什么东西都要算出来 可是你要知道 实际上你们有看过那么多命理师 然后你到网路论坛也看那么多 你会发现到有些根本就不是那样子 而甚至完全相反的 就是因为空间的影响因素是八字不考虑的 了不了解 空间的影响 那个因素是八字不考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受教育的观念 导致他的选择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一个八字 他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出现 这个就是因为空间上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他就不太重视你未来 人家讲的在八字里面 你官拜吉等 你富贵多高 这一个不是五行派所考虑的重点 五行派所考虑的重点 是依据你现在的现况 要不要解 依照你现在的现况 你来找我 你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现在的现况 你该如何去面对 该如何去操作 而不是 你这八字多好多好 五行派不重这个 他虽然每年每年都看得出来 但是他不注重这个东西 他注重的就是 你从现在做起 你要从现在做起 现在的你跟你同样的八字 有的人过得很好 有的人过得比你差 那个都无所谓 但是你从现在做起正确的事 慢慢的去累积 以后你也会有所成长 这个才是五行派最终的一个宗旨 所以说各位 当你了解了五行派的东西是他的宗旨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他的批论就不再追求 所谓人家讲的神算 然后你跟父母亲 小时候怎么样 又什么时间怎样 他不太算这种算 鸡毛算皮事 他算的就是说 你现在财运不好 你财运不好 你要怎么做 你明年财运好 你该怎么做 他所讲的就是这样 他不管你 什么格局 什么不管 因为在他的眼中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格局 在现实生活中 各位也知道 并没有像书上所写的都是那样子 所以他认为所有人 你来找我的时候 你就是从现在这个位阶开始给我做 你假如真的对你自己想要变好 你自然会去做对的事而往上 假如你只是听听 只是来算个面 未来会怎么样 你自己也不是很在意 就说原来是这样子 你就照着你的运势去走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会加分 不会减分 甚至很有可能 走到一个危机的时候 很有可能贪恋一起 跌得更深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五行派的一个重点 他就是在这一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